今天是7月6號 天氣晴 那我從三星鄉 9點40分出發 騎到這邊大概11點10分 一個半小時 那這裡就是劍勤懷捕步道 其實早在三四年前 我就有點想來這裡 那當時熊隻 有蠻多團是太平山 但是就是沒有劍勤懷捕步道 然後也是有 但是沒有成團 那這邊的森林域聽說很棒 所以很早就想來 沒想到我最先去的 竟然是領美石盤步道 那這也是太平山森林遊樂區 還好天氣是沒有下雨 不過這邊雲霧繚繞 非常美 像仙境一樣 很棒 那我們現在走的道路 它就是以前的山中的小火車的鐵軌道路 那來回大概40分鐘左右 對我來講是太簡單 待會要去翠峰湖 這個翠峰湖 它是我父母 就在我小時候他們喜歡約會的地方 因為我們住北部嘛 那 我從小在碧壇展發 我覺得說 有一些 山林啊 湖泊啊 能錄我法眼的沒多少 因為 台灣說實在話好看的湖泊沒幾個 那 翠峰湖我是覺得真的蠻漂亮的 所以我對美景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 聖君老師真的很嚴格啊 然後我剛剛在瑪寶民宿幫客人賣好早餐之後 我就先出發了 今天的 勘察景點除了 劍勤懷谷步道之外 我還要去翠峰湖 然後去走它的環山步道 翠峰湖結束之後呢 我要去舊之澤溫泉泡湯 我泡完湯再趕回民宿 因為臨時被 鴨子趕上架啊 就是去支援 代理管家 我昨天超到真的是 腳都抽筋的腰痠背痛 哇 真的很漂亮 我預計在這邊錄 十分鐘 然後就換相機來錄 建勤懷谷步道 那外面這個真的是 目前在森林中 所以看不到外面 就是有這種 山脈啊 雲霧 但是我剛剛騎車來沿途風景超漂亮 然後 進了森林遊樂區 因為要買門票嘛 我是一個人 騎車上來 所以是220元 那 這個 騎到一半呢 戴安全帽的頭有點痛 我就打算說 好 那 就把安全帽拿下來 沿途就非常愜意 好多人在這邊拍照 我也拍一張好了 OK 走鐵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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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有沒有 那麼漂亮 跟歐洲一樣 雲霧繚繞啊 來來看一下 聖君老師不會好笑的 好勝就改修 拍勝就改修 要當旅遊達人 不是那麼簡單的好不好 很棒的步道 空氣很好 所以我騎到一半 我也是 把口罩拿下來 騎車來 蠻舒服的 我不會像 前面有砂石車 或游覽車 然後 自小客車就會堵住啊 那個會塞 車速變得很慢 那我是沒有這種問題 很好鑽 在車縫隙裡面求生存 好現在進入了四分四十七秒 我的腳沈一直是很快 就算昨天打掃到抽筋 現在還是升龍火湖 為什麼呢 因為老闆娘她那個馬寶民宿的床墊是 要價十幾二十萬 高檔貨 喔睡起來超舒服的 一覺到天亮 待會回程我會用相機牌 好漂亮 這都是高山植物啊 可能一般在都市看不到的 然後氣溫滿涼的 一定要穿外套 我穿我從日本買的 這也是她的招牌景點 很多人會在這邊駐足拍照 因為這是懸空的 當然不能走這邊啊 走這邊太危險了 它一直在測 對 這是劍勤懷谷步道的經典場面 小溪 溪流美景 今年十月底我會去奧陸賴溪流 再次感受日本東北之美 所以你看我才走了六分鐘 就已經到這邊了 經典場景 好這邊再拍一張 禁止行走 此為歷史遺跡 這邊還有一個 這邊還有一個 邊坡貪方請小心行走 安心上路 再來 除了冥場面以外 我們也要拍這種雲霧繚繞 彷彿仙境的感覺 哇 好漂亮喔 來來來 冥場面 聖靈劍 傳說中的聖靈縣 現在已經錄到八分十一秒 哇 劍勤懷谷步道的冥場面 又出現了 大家現在都走下面了齁 沒有很遠 沒有很近啊 真的很遠 沒有很近啊 沒有啦 我沒有過吊橋啦 不是 因為那個吊橋太多人了 你在那邊拍照 光在那邊走 你走在那邊走 你走就走 欸 我走那邊啦 對啊 很快 今天新十六歲 人 比較多 不過天氣也不錯啊 左分45秒 好 池山的樹中樹 第二代台灣扁駁